你是女的吧 你在那嫁的文库人了吧 我们在那帮 北京落户 我在这住60年了 我这胡同里最老的了 看您挺年轻的 72了 您是知青 知青 他那帮了 您是冰团吗 不是冰团 插队 我插队 我这早过去了 您多大您插的队 15 您是六几间 六八呀 六八姐 走了 全走了 在那混了五年 我就颠了 真算得河北 那时候世界上已经进不来 那您 吊北京来了 有脑 有什么脑子 您这好 一般都待十年 您这待五年就回来了 家里可能也出现变化 有人去世了 网上写信的 后来就慢慢全部都给你落实 你有困难吗 回来 找最后一人 他们对那几个老子 比我孙子 都他妈全 都是俩孩子 那边接户 都是结婚 娶的还不是知青的还好 但是娶的当地的媳妇 都到北京来 当地媳妇就北京 也带回北京 对吧 全落 你是女的吧 你也在那嫁的文库人了 我们在那边 北京落户 文库人落户 他哪想到这个 是啊 好改变了命运了 全改了 那您在河北您待几年 户我当时我没待着 当时我 挂一名我颠了回北京了 在北京待着 是啊 待着差不多了 到九楼我就搞回半呗 他就半会了 十年我就回北京了 就户口回 在国际讲回北京 你其实你一直在北京待着 你家在这呢 户口回来 我差这我算小的 我最小 我走 我们去啊 十五的俩 十六一个 这就三个 没照十七的就走了 那您回北京您做什么 后来过分工厂去了 工厂待十年 工厂学点技术 那儿那儿干 刚刚就学徒开始 他四个五小还学徒呢 二十岁开始学徒 最后就掉了 玩的玩 咱们是玩的 那您选择哪行业了 我走体育了 那您这体育也是事业单位了 后来也不会 没什么事业不事业的 我就全他们不干了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了 后来我就做生意了 开点买卖 不是开多代买卖 小的溜了 够了得了 够生活 那您那时候 小买卖是做什么的 不玩啊 不玩意 故意给人干的 那时候还就是说 还行 现在不好干的 那您是九几年开的 差不多吧 你知道那时候那钱也值钱 这偏 不是那么 现在钱不值钱 我擦这 拿一起 咱们吃的嘛 咱俩五百块钱 就是他也不见得多好 是 过去 那您到多大您就不干了 一直 差不多吧 快到六十多岁退休 一直开始饭馆 一直 不是这一还上班呢 哦 就后来干了就插曲 但是那时候就不干了 开饭馆来了 不走街道了吗 哦街道退的休 那您现在这养老大又怎么样 现在还行吧 我咱们够了就得了 我也不管 也没多少钱 您这工龄厂 我现在四十来 四十年工龄 现在是一个月五千多 我琢磨我行了 我又插队 我又玩 我又这那的 嗯 你这退休了 你这工龄给你 就插队钱算工龄了 是 就算得了 就算不错 好